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ビデオ蜂蜜熊涨发chmo 人的性格 Trying to believe with you 性格什么 急躁 静坐了 我觉得静心是最好的 因为有些人的性格天生 真的是急躁 脾气啊 性格急 马上就反应 一点就糟 属于冲动型 冲动型的 它这个有时候天生的 那么通过静坐会好 静心 这个静坐不分什么时间段 我这没有分 它有蒙派的 就是比如说你修道家的 它就都分得很清楚 就是要指使啊 我说这样 佛教的比较偏族 因为佛教它一开始就要无我 然后破时空 它连世界观念都不让你出在 你看经典里面都是一时一时 它不说几几年几月节 一时有这么一个时候 它连世界都不让你确切 你有什么时间段 佛法是一开始就是破我之的 就要破自我 所以它不讲 实心这一块 实心 实心 实心自私 自私是我们没智慧才自私 如果我们拥有佛的智慧 我们知道我们原来如此富有 这个世界你没有得失 你得了失了都在你的法界里面 因为你就是法界本身 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这个小我 我们才有得失 我们觉得失到外边去了 失到他那儿 最后你会修正到最后圆满的时候 你会发现佛圆满的时候 会发现你是包入一切的一切都是你 那形象啊 就是到最后你是圆满的法界 那个时候你得失都在这个法界里面折腾 一切都是有因果的 如果说人道教一切都是有因果的 你不可能无缘无故得失 只是你没看到 那个英国可能是来自上一世 上上世很多原因的 但是如果从圆满的角度 就佛最后为什么他很满足 他知足了 就是成佛的人是最自在最满足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无所一 一切都是他 你想要的 你在这个世界 由于想要的名利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 而且到最后是 因为无我 所以你就是他 不是因为你跟他合一了 到最后你修到无我的境界的时候 这叫无为无不为 无所不能 然后你就是他 你失到他那 等于失到你这了 一样的 最后还会拽回来 就是这是一种智慧 到最后你正入这种智慧的时候 你肯定不自私 那不是说你改不改 就是你智慧圆满的时候 你知道那种自私是给自己设着障碍 是让你自己不再流动的一种障碍 你的自私就像一个水流里边 来了个大坝 让你不再归入大海 是给自己心性上设置障碍 回归佛性的一个障碍 知识 知识就是自我嘛 你有我才知识了 是我们智慧不圆满 所以我们知识 所以当我们一层一层破掉 就是拥有佛的智慧的时候 每个人都不知识 是我们对失去不能理解 我们觉得失去就是丢了 我们会觉得很难受 所以我们不想失去 当你真的 正到无我的境界的时候 你不会失去 因为你没有得失 你也不会得 因为无所得一切都虚幻 就是设计是空嘛 心经里面 无得也无失嘛 到了这种境界的时候 你就绝受小事了 你不会觉得很难受 所以你也不会有失去的感觉 你也永远不会觉得 你拥有了什么 你不会拥有东西的 也不会失去 因为没有拥有 所以不会失去 这是佛的智慧 这个我现在说 因为你着想 那这个杯子对你是真的存在的时候 那你就有得失嘛 它睡了你就是不舒服 为什么这个杯子是真实存在的 对你 佛说这就是空 色就是空 空就是 这个东西对佛的眼里 它不是一个执着的真实 它也不是说没有像 它有 但是佛不执着 是因为它那边无我 而你是有你的 所以它就真实 所以当我们有我的时候 很多人说到底有没有六道轮回 当我们有人的时候 有六道 当进入无我的境界的时候 六道也是虚幻 轮回也是虚幻 就开始就真的破除了 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幻 有你就有它 所以佛学最后 最后一直一直在这边 修无我 就无我的德基 然后所有的一切就没有得失了 这个东西 真的就像金刚经 你家来看说 一切诸笑如梦花泡影 若解诸笑飞笑之间如来 这就是你家来看 金刚经会了悟的空性 关一切如梦花泡影 它是本性上是缘起 它本性上是这个辈子是不存在 本身上是不存在 诸约居集才产生 那就是说对德式已经 不去在乎了 在智慧上没有德式感的时候 角色不会升起来 你是因为先有德式感 你角色才难受吗 那如果没有德式感的话 那对生活的追求 莫过对很多方面不是有冲突 没有冲突 你追求是因为你没有 你觉得你没有 而如果你没有德式 你进入佛的这件事 你拥有一切 一切都是你的 你只是众生不认为这个 你只做一件事 普度诸身 佛只做一件事 用一切法文普度诸身 那要不要去努力诸实了 他也很努力 诸众生诸得很努力 因为众生 他所有的世界 就是因为众生而出现的 比如众生需要一个公司 他就办个公司了 因为众生需要在这公司里得度 众生需要个四月 他就办个四月 他也很努力地借道场 因为众生需要 所有的一切就是因为 因为对他自己已经没有意义 众生需要拿什么来得度 他就实现什么 众生需要吃颗葡萄 需要能够开悟的话 他就拼命地种葡萄树 然后把那个葡萄树到他嘴里 就这么简单 那就是他唯一的事情 但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会看到 他做很多事情 他也很努力 而且他也很努力地做 因为这个世界 你知道吗 他要做一颗葡萄给众生吃 他不是拿神托给你画出一个葡萄 因为那众生会觉得 哎呀你这个葡萄是神托 我没有 他就觉得他离佛更遥远 他永远画不出一个葡萄 那佛会他是什么事情 他一定要培土下种子 然后像跟你一起种啊 因为他 你会觉得他跟我一模一样 就这样做出来 我吃了就是开悟了 等等 他必须这样做 这种才是最切合众生的根器的 最切合 如果他从空中降下来 放全身冒着光 那你就着了佛像了 知道吗 因为你觉得你更卑微了 你又不会放光 又丑 我们又又啊 什么 我们又不会放光 又没神通 我们众生像也在这 佛像也在那 他跟你一模一样 然后就从母胎里降生 然后去休息 休息 跟你一样 吃的也是两瘦的皮包 然后告诉你说 苦修不行的 然后咱还是慢慢手周到吧 然后这一点点 然后他就修成了那样说 我行你也行 你就照着我这来吧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他在人世界 做着人世界的所有事业 你看他很努力啊 但是唯一的有不同 他的礼别 他所做的每件事 都是为了利益别人 而我们所做的每件事 都为了满足自我的欲望 你有所求 你在做一件事 你只剩内心深处 有欲望 我想追求一个什么 就是我们凡夫周深 每一件事的念头 就是满足自己的习气跟欲望 我需要 佛唯一的跟我们不同 就是他是利盘 他说众生需要 就这么 就唯一的念头不同 剩下的都一样 如果他有 这个佛 如果他在正量上 更圆满的话 他可能有神通 他可能就有一些 确实超越草人的东西 外边你能看到的 看不见的是 他的心的承受力 不可撤知 就是他的心量跟你不一样 他的观念跟你不一样 就这点不同 如果他没神通的话 就这点 他心里边的想法跟你不同 那对他生命的认知 他也不同 他的人生观 价值观 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样 是不是学佛就是学想法 对一件事物的看法 其实在大乘佛教 就是说他扭转你心性上的认知 也不是说学想法 但这个非常重要 你怎么认知问题 非常重要 这就是最高的认知度 就是说 看出每个角度去看 对 看的角度 佛的是有圆满的角度 看问题的 他有360度看问题 那这个 而往每个角度都是一个角度 你知道吗 会不会为自己找什么借口 我们有盲区 谁为自己找借口 用这个来找借口 说佛吗 说佛 我们会拿什么角度 就是我们因为有盲区 我们看不到360度 那我们后边没找眼睛 我连后边看不见 是吧 我们会找借口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本来是360度的 这才是佛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你本来是能看360度的 你本来是这样能看一个月的 但是现在你一页帐幕不见森林 那一页是什么 就是说你那一颗树叶 挡住了眼睛 看不见这一片森林 你本来是应该看见森林的 跟它是一样的 为什么 那一片树叶就叫自我 因为你认为有一个你在这 你就无我 那片树叶就拿开了 森林就在面前 360度 圆满的森林 我们看到了有缺陷的生命 我们看到了生死 看到了炉毁 这都是有缺陷的 看到了苦乐 这都是有缺陷的 还是要修心 对 修心是最重要 是这样的 需要让我们的心自在 你就成老 我们就是心自不自在 其实如果我们的心 自在了 我们的心的直接 较证了 其实生理上的苦 我们每个人都能忍受 其实每个人都很厉害的 说人生腿痛啊 人生说这块不舒服 我们其实 好奇 每个人的那种 承受的一个毅力 非常接近 是我们心里绝望了 失望了 放弃了 很多时候 所以佛学 最重要的就是修心 就是修心 很高兴 我不是 她希望 很高兴 你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